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 用担心的文化使命 推动广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高质量发展 我是召开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会议 强调要擦亮国家卫生城市金字招牌 打造美丽宜居的现代化海滨城市 我是召开 攻坚全年目标任务经济形势分析会 明确目标攻坚克难 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第十一届国际朝卿联谊年会在北京举行 我是青年代表团赴京参会 盛情邀请广大海内外朝人朝卿 2024相聚汕头 参加两大国际朝人盛会 深圳市平山区 扇斗市龙虎区 百千万工程产业合作园区 接牌 推进两地产业 相互延伸 融合发展 合作共赢 各位观众 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14号 星期二 农历10月初二 欢迎收看扇头新闻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1月13号到14号 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在广州召开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对新时代新征程 推动广东宣传思想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建设文化强省进行动员部署 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 黄坤明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决扛起举旗帜 聚民心 御新人 新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在正本清源首正创新中 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 他指出 习近平文化思想 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片 为做好新时代新成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我们要全面深入学习领会 突出把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个政治保证 两个结合这个根本要求 坚定文化自信这个思想前提 以人民为中心这个工作导向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新的文化使命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保持高度文化自信 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 奋力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广东篇章 黄克明指出 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对于广东来说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更重 要求更高 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文化建设文化赋能的任务更重 要求更高 守好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 内住防线外宿形象的任务更重 要求更高 面对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浪潮互联网社会 守正创新 致用并举的任务更重 要求更高 要立足大局大势 深刻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新要求 以新担当新作为 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 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黄坤明讲调 要永担新的文化使命 以新气象新作为 全面推动广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墙上 和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窗口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 有利文化条件 要高举思想之旗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注魂 着力在理论学习上深化转化 在研究阐释上求时求心 在宣传普及上用心走心 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更好统一思想和行动 要高歌奋进之曲 更好展现广东走在前列的蓬勃气象 聚焦强信心 做大做强正面宣传 聚焦增效能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聚焦融合发展 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 集中优势力量打造两端一云 牢牢占据传播制高点 激励全省上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要高情精神之巨 写好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答卷 树立鲜明价值导向 培育良好道德风尚 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让文明之花开变广东大地 要高赞文化之美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文艺创作生产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不断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 提供高效能文化服务 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 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要高扬文明之光 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传播工程 立体讲好中国故事 大湾区故事 广东故事 积极构建国际传播能力体系 注重以文化交流互建 促进民心相融相通 不断扩大朋友圈 从广东这个窗口 展示中华文明之美 要高昂斗争之志 助劳防风险保安全的坚固屏障 有利有效防范风险 从严从实管好阵地 敢于善于亮剑斗争 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管理权 话语权 牢牢掌握在手中 黄坤明强调 要加强党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全面领导 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全省各级党委党组 要落实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主要负责同志 带头把方向抓导向 管阵地 强队伍 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 省委宣传部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 各相关部门要共同打好组合权 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 确保把党的文化领导权落到实处 要改革创新促发展 持续深化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 不断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效能 要攻坚客难勇担当选优配强各级宣传思想文化单位领导班子 锻造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 王伟忠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 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要切实以新气象新作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结合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 认真贯彻本次会议要求 扭注重点突出关键狠抓落实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宁心注魂 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努力写好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答卷 全面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坚持和加强党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 勇于改革创新主动担当作为 不断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效能 努力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 有利文化条件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建文在总结讲话中强调 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文化思想 是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必须牢牢抓在手上的重要政治任务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持续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深化学思建物 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进一步助劳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 要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 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 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以新担当新作为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以高水平建设南方家GDT Day 今日广东南方智美云两端亿云为牵引 积极构建网上网下一体 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 汇聚奋进新征程磅礴力量 涵养适应新时代良好风尚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坚决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 不断开创我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省委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 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 省法院 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 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和党委宣传部网信办主要负责同志 省委横勤工委主要负责同志 以及分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 省委有关部委 省职有关单位 省有关人民团体 省内部分高校 中职驻月有关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 省职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中央有关新闻单位驻月机构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1月14号上午 市委市政府召开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 把推进爱国卫生工作同实施百千万工程 绿美汕头生态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 动员全市上下统一思想 饱足干净狠抓落实 打造更加干净整洁 有序安全的城市环境 以爱国卫生工作的新成效 助力汕头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市委书记温战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长曾风宝主持 副市长李昭通报有关情况并做工作部署 温战斌指出 国家卫生城市的称号 是城市卫生工作的最高荣誉 是一个城市综合功能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倍加珍惜国家卫生城市这块历久弥新的金字招牌 把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作为改善环境秩序 优化公共服务 增进民生福祉 服务推动发展的有效举措 真正把精力冲写在一线 把措施落实在一线 把问题解决在一线 着力打造美丽宜居的现代化海滨城市 温战斌强调 要把浅势整改贯穿始终 做到奔着问题去 盯着问题查 追着问题赶 扎实做好茶楼补缺 切实补齐短板弱下 要把全市上下的力量都动员起来 充分运用各类资源和阵地开展宣传活动 持续扩大巩围工作的知晓率和影响力 推动形成全民行动 全体参与的浓厚氛围 要把整改问题和健全机制统一起来 着力把集中整治转变为常态化 精细化 规范化管理 真正做到大街小巷一个样 白天晚上一个样 平时假期一个样 温战斌要求 要压实属地 单位 行业监管 网格管理四方责任 构建各副其责 各尽其职的工作格局 凝聚起巩围工作的强大合力 一把手要靠前指挥亲自组织 对任务分工进行再梳理 再细化 把责任落袭到每个具体岗位 把压力传导到每个具体人员 要加大检查通报力度 落实问责追责机制 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市领导李绿安蔡荣参加会议 11月13号下午 我是召开攻坚全年目标任务经济形势分析会 深入贯置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13届三次全会部署要求 全省第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精神 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深入分析 我是当前经济运行情况 科学研判全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市长曾风宝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 我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特别是工业保持较快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向好 消费比较活跃 新引进项目发展较好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是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值得充分肯定 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 共同攻坚 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 各区县各部门要明确目标 对照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 进一步顾优势 补短板 毫不动摇 狠抓落实 要理清思路 找准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 认真剖析原因和症结所在 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形成具体的工作清单 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推动工作 要压实责任 将担当抓落实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会议要求要攻坚重点 一是要攻坚工业 深入开展南起行动大走坊 做好帮扶服务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 促进企业增资扩产 加快推进小生归工作 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深挖新增工业用地潜力 大力推进工改工 拓展产业载体空间 加大汇启政策宣传 提高政策知晓率 确保政策和奖补资金 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加快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建设 全力引进更多项目 加快规划建设大型出口加工产业区 做好相关的产业规划 二是要攻坚项目 加强调度 确保新项目尽快开工 再建项目加快建设 强化项目谋划储备 做好前期工作 用好专项债 三是要攻坚外贸内需 办好新能源汽车等促消费活动 培育新主体 挖掘新增量 加快综合体项目建设 拓展现域消费市场 推动房地产 建筑业市场 齐稳回升 实施好新一轮12项房地产业扶持政策 四是要攻坚百千万工程 发挥汕头产业集聚 文化独特等优势 通过实施百千万工程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让城乡面貌更加干净 整齐有序 五是要攻坚财政增收截支 多渠道争取资金 多挫并举增加财力 从严控制财政支出 把钱花在刀刃上 会议最后强调 要及时谋划好明年各项经济工作 加紧研究制定明年的各项经济指标目标 提前谋划研究明年产业发展 招商引资 进出口贸易 园区建设等各项工作 每明年开好局 骑好部 市领导许洪华 赵志涛 李昭 蔡荣参加会议 参会的副市长对分管经济工作做点评和部署 是指有关部门及各区县政府负责同志 汇报经济 有关工作 11月13号至15号 由北京潮商会主办北京潮商会青年委员会承办的 第11届国际潮清联谊年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00多位杰出的青年潮商精英汇聚首都 抒发家国情怀 凝聚青春力量 共商潮清发展 呈现当代潮清的新思想 新作为与新抱负 汕头市委副书记 秘书长赖小卫 率汕头青年代表团出席本届年会 14号上午 第11届国际潮清联谊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赖小卫代表潮汕四世在开幕式上致辞 他指出 有海的地方就有潮人 一代又一代潮人敢于拼搏 勇于奋斗 创造了无数个让世人瞩目的奇迹 让潮汕人这个品牌 这个族群享誉全球 2020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潮汕大地 基于我们要保护和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 守护好青山绿水 勇于开拓创新 结合新的实际做好桥的文章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三年来 我们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戳力奋发 推动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 取得了长足进步 当前 汕头正举全市之力 全力以赴 紧锣密鼓 有条不紊的筹备 2024年第22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和第10届国际潮商大会 努力办好一场不一样的盛会 我们盛情邀请广大海内外潮人潮青 2024汕头剑 开幕式上 第11届国际潮青联谊年会大会主席 北京潮商会青年委员会会长陈思宇致欢迎词 国际潮青联合会会长李毅彪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青年副主席夏帕克提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黄武等先后致辞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黄孟富做主旨演讲 作为新时代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海内外潮青施展才华 成就事业搭建广阔舞台 凝聚推动汕头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桥青文章 在此我们成邀海内外潮青2024年到汕头参加两大盛会 一起寻根圆梦 共谱世界桥青发展的新篇章 听从冯盛世青年勇当当 作为青年团圆 我将讲好汕头故事 传播好汕头声音 让朝人精神发扬光大 作为汕头青年 我将发挥自身优势 为家乡发展牵线大强 为汕头高质量发展 注入朝清之地 深善深度写作又有新成果 今天深圳市平山区委书记杨军 带对付龙湖区调研 推动平山龙湖两地产业相互延伸 融合发展合作共赢 在两区对口帮府协作联席会议上 双方举行深圳市平山区 山头市龙湖区百千万工程产业合作园区 揭牌一事 龙湖区计划将龙湖现代产业园 新西片区作为两地产业合作区 重点发展高端智能制造 医药大健康新材料等产业 探讨多形式多途径 圆区共建模式 促进两地产业相互延伸 融合发展合作共赢 龙湖区平山区在新能源 大健康等产业领域呢 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我们将着力以产业项目为抓手 促进两区在核心产业上强强联合 共同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 实现龙湖区平山区两区的合作双赢 会议还举行平山区石井街道 与龙湖区欧厅街道结队共建签约仪式 以石井欧厅街道结队为基点 拓展两区多领域协作 在文化旅游科技人才等方面 开展深层次的沟通交流 相互学习借鉴 全力推进龙湖区打造 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新区 平山区对口帮扶协作龙湖区工作队 自进驻以来 我们围绕产业合作 园区共建 招商引资 人才交流 世卫互动等方面开展工作 走访了龙湖区各产业部门 和辖区重点企业 谋法推进产业园区共建 联合招商引资 建设反向飞地等工作 以对口帮扶 推动产业协作为桌手 助力实施百千万工程 在善期间 平山区领导还调研 龙湖现代产业园 新西片区 谭恩康医药器财厂有限公司 以及广东金辉龙开关有限公司 深圳对口帮扶协作 汕头指挥部指挥长 周岸彪等参加活动 昨天中午 市区大学路与驼兴路交界处附近 一根供水干管发生爆裂 这人目前抢修工作仍在进行中 受此影响 大港河以西片区多地用户暂停供水 为此 供水公司和消防部门派出多部送水车 应急送水上门 爆裂的供水干管约六米长 管径一米 需整段更换 管道爆裂后 市越海水务公司抢求人员 24小时不间断抢修 预计15号下午修复完工 为确保停水区域校园及区民用水 越海水务派出约40部送水车 将生活用水送上门 在拖连街道天岗社区送水点 居民拿着水桶水盆等 有序接水 我们这个应急供水 从昨天中午一点开始到今天晚上 我们大概是提供了 一万吨水 市消防救援部门 也出动大东卫水罐消防车 为群众送水 出车前还仔细清洗水箱水枪等 确保供水卫生清洁 在现场配合居委设立了七个便民去水点 截止到今晚目前已经供水1800余吨 省舞蹈家协会9月到11月份 分别在广州江门汕头等地开展培训活动 进一步促进我省舞蹈事业繁荣发展 近日 有市舞蹈家协会承办的潮汕三世舞蹈家协会会员 新文艺群体舞蹈人才培训活动 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行 并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开启舞蹈新征程等媒体做讲座 引导学员们丰富舞蹈内容和形式 服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今天的潮汕新闻播送晚乐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潮汕新闻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各位观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